在北京,港澳辦主任黃光亞和友好協進會會面 據了解,黃光亞在會面中指出 中央是透過行政長官行使權力 呼籲大家要支持特首這個角色 至於經濟方面,黃光亞說 國家有多個經濟中心要扶持 但會將最好的政策留給香港 駐北京記者黃耀陽報導 由全國政協委員組成的友好協進會幾十名成員 和黃光亞會面約一個小時後拍照留念 出席的包括政協常委戴德鋒、陳永琦和郭炳商等等 據了解,黃光亞在會上呼籲要多支持特首梁振英 說中央是透過特首行使治港的權力 支持梁振英的意義不是單單支持梁振英個人 而是支持行政長官這個角色 黃光亞又說香港未來選出特首也必須要愛國愛港 會面大部分時間都以討論經濟為主 消息透露,黃光亞說 國家有多個經濟中心 好像是上海等等,都需要中央扶持 國家不可能只有一個兒子 但會將最好的政策留給香港 陳永琦會後見記者時引述黃光亞說 香港近年在經濟表現上落後新加坡 要反思是否源於社會太多鎮壓 現在很多指標都是星加坡超過香港 我們香港實在是否真的要想清楚 香港實在是一個甚麼城市 香港是一個經濟的城市 不是一個鬥爭示威的城市 這個就是我們很希望看到香港 大家團結起來,搞好經濟這些實事 友好協進會代表團之後 和統戰部部長令計劃蔓延 友好協進會星期三早上 將會獲國家領導人接見 據了解是政協主席余正勝 吵諾頻電視著北京記者黃耀陽報道